注意看 当中国剑将杨浩在十米跳台出现重大失误后 日本的观众席上便开始提前庆祝国冠 因为日本跳水名将预警入斗 凭借109C的高难度动作拿到了全场的最高分 将近100分 其实一个很高的分数 就当所有人都认为中国队会因此痛失冠军时 此时 我们的另一名剑将杨健站上了十米跳台 而他接下来的这一跳直接震惊国际语言 这是2022年国际语言试景赛男子十米跳台决赛现场 这次比赛代表中国出场是白子四川的杨健 和云南的杨浩 而他们这次面临的最大竞争对手 则是来自日本名将预警入斗 值得一提的是 原本就是梦之队之间的冠军争夺战 却没想到半路杀出来一匹日本黑马 再加上中国选手杨浩的多次失误 以及日本选手预警入斗的超场发挥 这让中国队夺冠的压力不迎而逆 但这次杨健势必会抵抗压力 拿回属于中国队的荣耀 这次的比赛可谓跌荡起步 直到最后一刻才分出胜场 率先出场的是澳大利亚选手福利克 他选择了难度3.2的5253B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73.60分 随后出场的是加拿大选手 他选择了难度3.2的407C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86.40分 接下来出场的是英国选手威廉姆斯 他选择了难度3.6的5255B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77.40分 紧接着出场的则是中国选手的号 他选择了难度3.2的5253B 也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86.40分 下面出场的是日本选手郁锦鱼动 他选择了难度3.2的407C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80分 最后出场的是中国选手的号剑 他选择了难度3.4的307C 这一跳没有任何问题 水花处理的相当漂亮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93.50分 第一轮比赛结束 中国选手两剑战继第一 梁浩位居第三 日本队则是排在第七 澳大利亚选手弗里克的第二条 他选择了难度3.0的107B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64.50分 加拿大选手穆雷的第二条 他选择了难度3.7的109C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77.70分 英国选手威廉姆斯的第二条 他选择了难度3.2的407C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81.60分 中国选手杨浩的第二条 他选择了难度3.5的626B 很漂亮足够稳定的发挥 这一跳非常漂亮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87.50分 日本选手预警路斗的第二条 他选择了难度3.6的207B 207区体 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动作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70.20分 中国选手杨健的第二条 他选择了难度3.2的407C 轻松程度还是很高的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72分 第二轮比赛结束 中国选手杨浩上升到第一 杨健则是位居第二 澳大利亚选手弗里克的第三条 他选择了难度3.4的307C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49.30分 加拿大选手穆雷的第三条 他选择了难度3.3的207C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74.25分 英国选手威廉姆斯的第三条 他选择了难度3.6的207B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73.80分 中国选手杨浩的第三条 他选择了难度3.5的407B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64.75分 日本选手玉井勿斗的第三条 他选择了难度3.7的109C 哇 漂亮漂亮 这是一个很高质量的109B 这一跳十分完美 直接点燃了日本观众心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99.90分 中国选手杨健的第三条 他选择了难度3.8的5156B 这一跳非常遗憾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66.50分 第三轮比赛结束 日本队成功反超两名中国选手 占据第一 中国队则是位居第三和第七 澳大利亚选手弗里克的第四条 他选择了难度3.3的207C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70.95分 加拿大选手穆雷的第四条 他选择了难度3.2的6243D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73.60分 英国选手威廉姆斯的第四条 他选择了难度3.6的6245D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82.80分 中国选手杨浩的第四条 他选择了难度3.4的307C 这一跳太完美了 水花鸭的几乎看不见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96.90分 日本选手玉井路豆的第四条 他选择了难度3.6的6245D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86.40分 中国选手杨健的第四条 他选择了难度3.5的626B 这一跳同样发挥出色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89.25分 第四轮比赛结束 日本队以总成绩336.50分 依旧占据第一 中国队则是上升到第二和第三 澳大利亚选手弗里克的第五跳 他选择了难度3.2的6243D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67.20分 加拿大选手穆雷的第五跳 他选择了难度3.4的307C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57.80分 英国选手威廉姆斯的第五跳 他选择了难度3.4的307C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76.50分 中国选手杨浩的第五跳 他选择了难度3.6的207B 这个可惜了一点点 这一跳十分可惜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64.80分 日本选手郁锦目斗的第五跳 他选择了难度3.4的307C 失误了 这一跳更是惨不忍 炸起了水花比我家楼顶还要高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56.10分 中国选手杨健的第五跳 他选择了难度3.6的207B 这一跳太高了 不仅难度大 水花还处理得相当完美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91.80分 第五轮比赛结束 中国选手杨健以统统计413.05分 反超日本队上升级第一 杨浩位居第三 日本队则是跌落到第四 比赛将进入最紧张最关键的决胜局 中国队能否包揽关亚军呢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澳大利亚选手弗里克的最后一条 他选择了难度3.2的407C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65.60分 加拿大选手莫维的最后一条 他选择了难度3.2的5153B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76.80分 英国选手威廉姆斯的最后一条 他选择了难度3.7的109C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86.95分 中国选手杨浩的最后一条 他选择了难度3.7的109C 这一条非常完美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85.10分 日本选手玉锦入斗的最后一条 他选择了难度3.6的5255B 不愧是中国队本次的最大竞争对手 这一条非常漂亮 裁判再次给出了95.40分的优异成绩 目前占据第一的位置 此时压力向杨健席卷而来 面对日本队的两次全场最高分 在现场数万观众的注视下 杨健最后的这一跳 他选择了难度4.1的109B 非常漂亮的动作 真是太争气了 关键时候我们能顶得不能发挥得出来 无负众望 杨健的这一跳无懈可及 真的是要难度一负 要质量一致 而看台下的日本选手 玉锦入本 可是一点难以置信 连连连连 就连其他对手 不是分分分分分 这一刻的杨健征服了所有 裁判更是毫不吝啬地 给出了102.5美军的全场最高分 最终中国杨健 以总统计515.55分 强势为中国队拿下一枚宝贵的金牌 杨浩则是获得了铜牌 不得不说 中国跳水梦之队是真的厉害 在面对失误的情况下 都可以为中国拿下两枚奖牌 他们都是我们中国的骄傲 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加油 总统计判的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